张庄苏老师 朱年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财运最亮 是 不管有没有光头 碰到了运就对了 所以朱年马上就到 来 从财伯宫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财伯宫有 破居心的朋友 有没有 没有 我看这也是没有 好 各位观众 有种破居心在朱年要注意了 乱中生财 所以你如果觉得形势很乱 其实明年全球形势 本来就是乱的 可是有时候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对于破居心来讲 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乱世出英雄 破居敢于冒险 你看巴菲特都说了 人家贪婪的时候 你要小心 可是人家在害怕的时候 你就要贪婪了 所以这个时候 朱年是破君心 值得出手的时候 你看就像走到新一句话题 五分钟就给他买房子下来了 这就是适合破君心的 再来就是 有天良心的朋友 两位都没有天良了 没天良 没天良 但各位有天良心的朋友 明年的天良是画柯的 明阳四海 所以要先有名后有钱 先不要太计较钱 计较钱反而赚不到大钱 可以拿钱去换名 有名了 钱自然就进来 所以这时候是功名 名声的好时刻了 再来第一名在朱年的 就是舞曲 我有名 哎呀 棒了 棒了 来 我们看 没有 好 你也有舞曲 你在对宫也是舞曲 我太太说她有录存 她有录存 帮你把它存起来 没有 我每次存着稍微有一点钱 节衣缩持 她马上知道 明天你汇款给我 每次都这样子好奇怪 如果这样 这次没有看到 明年舞曲是赚钱的 因为明年舞曲画路 不过我要再说一下 舞曲画路不是一定赚钱 其实是大赚跟大亏 都有可能性 为什么 我要跟各位讲 因为舞曲当你赚钱 最怕就是得意忘形 贪了 这就好像你进赌场 你连输三场 你就不会再赌下去了 你连赢八场 你会不会想越赢越多 结果地球场输光光 所以这时候的舞曲 其实明年想赚钱 要有一点纪律 就是我定下目标 达到这个目标就好 不要说道伦这目标 哇 还要赚更多 所以千万注意 不要以为舞曲画路一定赚钱 反而大亏的机会更大 做得了 了解了 人生 体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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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